李商隐是哪个朝代的? 李商隐是唐朝的诗人 自艺山、浩玉牺牲和渡牧合称小李渡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进体诗 尤其是七言律诀 他是季度府之后 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读书一致 在于他心灵善感、一往情深 用很多作品来表现晚唐诗人伤感哀苦的情绪 以及他对爱情的执着 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、新境界 其诗构思新奇、风格浓历 尤其是一些爱情诗语无题诗写的缠绵匪策 为人传送 此外,李商隐将含蓄 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 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 难于所解 因此有诗家总爱希昆好 独恨无人做证监之说